一人陶晶莹她之前在广播节目之上 跟这个听众达尔文爆发了口角 当时就被外界质疑说 她是不是在为即将要发表的新书来炒新闻 而陶晶莹周末的时候就现身这个新书的记者会 台下的书迷是各个发言踊跃 陶子开玩笑的说呢 她很怕谁来闹场 她很怕达尔文来闹场 陶子签书会上挤满书迷来捧场 仔细一看台下清一色都是女性 突然间有位男书民要发问 陶子当场调侃她该不是那位达尔文吧 陶子在电台节目上 不小心和一名叫达尔文的听众 为了吴郁声的外遇事件是好了起来 虽然陶子事后对于自己情绪失控道歉 但陶子还是自我幽默的说 经历这件事后 大家好像对她都敬畏三分 我觉得就是经过达尔文事件之后 还有人敢跟我呛吓 那就是说 就是她要小心一点 没有啦 我也不会真的是好像 一定要对每个人很凶 而是我碰到应该要变的 真理就应该要变 放心 因为呢 虽然我有美貌 但我不是靠外表人啊 先书会上桃子妙语如珠 逗得台下笑声不断 看得出来书才刚上架 人气就很旺 不过桃子说她和达尔文的吵架 绝对不是故意吵新闻 但看得出来的确一定为新书引起话题 众里斯文姚立强中刹拳包酒台北财富